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小心就会穿过的储媒地层以及规模宏大的区域性大断裂带 一万铁路从百年前的清末就开始规划 线路起自湖北宜昌 中至重庆万州区全长377公里 却耗去了5万铁路建设者7年时间 每天最多能前进5米 不仅如此 工程总投资225.7亿元 平均每公里造价高达近6000万元 而青藏铁路平均每公里只花2900万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条铁路耗时如此之长 一万铁路沿途山高古深 断崖纵横 最大高成1800米左右 而正线全长377公里的一万铁路 隧道的总长度就高达278公里 对此全线共修建隧道159座 被誉为铁路桥隧博物馆 其中还有34座高风险的盐绒隧道 这样一条铁路的建设难度不言而喻 同时一万铁路难还难在山水交融的喀斯特地貌 无论是地表还是地下 盐溶洞穴比比皆是 一不小心就会秃水秃泥 铁路沿线还有滑坡 危盐落石 盐堆等不良地质 70%的区域广泛分布着碳酸盐地层 因此不少专家称 一万铁路为铁路设计与施工进驱工程 但是磨高一尺到高一丈 一万铁路的建成结束了长江 没有铁路贯通的历史 通车后武汉到重庆的列车 仅需运行8小时左右 比原来少花10个小时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